成为空服员相信是不少人的梦想 在3月10日中午 特别邀请到长荣航空现役的空服员 来向大家介绍长荣航空这个企业 长荣航空的新价值就是安全 那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安全呢 我想航空公司的一个经营 最大的是不是能够安全的把旅客过路 送到空地底 讲座中也叙述到许多长荣航空线阶段的营运 优渥的福利机制 以及最重要关于空服员的工作内容 招考方式 英文能力更是成为空服员重要的条件之一 同学们也都十分踊跃地提问 想更深入地了解空服员这个职业 因为我原本想说这只是空服员 可是我的兴趣是机师 可是在老师的建议之下说都是同一家公司 那不然来听一下对这个公司有更深入的了解有错 我一开始想说可能就是照顾服务 就是照顾领域的安全或者是做一些餐饮的服务 但是后来知道其实每个月的版表是很固定的 然后还有如果真的从事空服员这个行业的话 就是之后对于人生的规划 还有一些都是会有受到一些限制 透过这次演讲 也让同学对未来添加了更多不一样的选择 校园记者林书瑜 杨紫薇采访报导 阿姨 杨紫薇采访报导